欢迎大家回来,咱们进行商业插画的第11课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在讲创意思维的训练方式 之前说了很多的基础知识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说一下如何是有量的插画思维 或者平常中你该怎么去锻炼这种商业的 或者是游戏的 或者是平常的创作这样的一颗思维 第一种就是想象与联想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有限的而想象力改革世界上的一切 这个说的就是想象力其实是推动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原动力 咱们接下来就继续说 想象力其实它从最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其实真正把它图像化的时候 或者理论化的时候 是当时鲁宾最早研究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他做了一个图叫鲁宾杯 这可能大家也有所看也有所看到 就是一个杯子是吧 一个瓶子上面有人脸这样的一个转换 其实它就有注重对象与周围关系这样的一个处理 其实它就是把想象跟联想这样的一个特别抽象的思维给它进行的理论化 所以说从它以后咱们就开始了真正的一个可以把这种想象联想的这样的一种思维训练 给它指变化 比如说这是福田凡雄文化的关于这个图像的这样的一种转换 就是它就强调了这个任何事物它都不是孤立的而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咱们要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比如说要出一个提交速度 你会在你的头脑里面想象联想一些什么样的图案 是吧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你会想象到飞机 是吧 火车 或者是特别自由落体的很多东西 是吧 或者弹弓 都箭 你都会想象到 但是在中间你也许还会通过 比如说这是一个箭 对吧 一个就是发射的这个 就是射大雕那个箭 弓箭 这样的话 你可能弓箭它会不会联想到战争 对吧 战争会不会联想到爆炸 对吧 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 这样的转换或者是它的一个延伸的过程 就会影响整个你的画面的一个构成 跟它的力度色彩线条 对吧 都会影响到 所以说这个联想和想象就是平常中一定要进行有意或者无意的去多观察这样的生活 比如说你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东西 通过你的想象跟联想把它有意的结合起来 这样的 比如说画的这幅画是吧 这个人物是用木头雕的 中间还会破碎 因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美女啊 这些网红啊都比较千篇一律缺少生命力 对吧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画面表达出来另外的一种含义 而且还特别的新颖 第二点就是标新立异 其实标新立异是每个艺术家他生生追求的 或者是标新立异和独方性 对吧 你不能说画的东西就是千篇一律而没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在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中 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是吧 都会让他思维进行有有向外扩产思维 就是你越不常规 然后你越与众不同 然后你画出来的东西 如果你表达出来的东西 就越有他自己的这个性格跟内涵 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在日后的创作中自己的标签 是吧 让大家感觉到看到以后过目难忘 呃 就比如说现在这幅画是吧 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太牛了 画的就是想象力特别的丰富 其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人物是吧 包括他这个环境都特别的这样的诡异或者是梦幻 所以说他就是在追求一种个性表现 通过他的风格 流派色彩 图案 题材 材料 机理 对吧 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创作 其实这个画是他画在墙上的 这个你都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吧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要咱们在创作过程中 不停的去超越自己 或者是在呃艺术这条路上不停的在找出最新最佳的 这种方案 呃 第三个就是广度跟深度的训练 这该怎么说呢 就是咱们在想象一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学会全面跟立体的看问题 观察事物的各方面分析他的每一个环节 大胆设想综合思考对吧 呃有时候都可以超越常规超越时空的去这样的构想 呃现在比如说给大家出一个题叫什么是自由 然后你就要尽可能多的联想到或者想象到这个呃自由关于哪些方面是吧 像这个与自人与自然这种自由或者是人与人人他自己的想象中是吧 这样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他在田园风格的这样自由或者是他这个在玩具中的自由 还是说他是自由自由是女神对吧 然后或者是他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呃时尚他都是一种自由的表现 所以说你就要通过不停的找到更多的点 然后让他来够来表现出来更为新关于自由的东西 啊然后就是咱们的深度深度就是你要抓住这个你考虑的一个 要比如说你考虑的自由这个哎我觉得飞向远方对吧 这个才是我想象的一个想要的自由的一个最为深刻的一个点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需要通过这个飞向远方来怎么表达是吧 像比如表达这个鸟然后包括上面有城市是吧 包括有人加着书然后然后太阳可能都是一个钟表 然后通过不停的去深入挖掘呢更能表现自由的这么一种状态的东西来来够描绘它 所以说你就要不停的去挖这个事物的本质或者是更深层的东西 然后让人看完以后就觉得特别的深刻 这样的话你就会达到一定的深度嘛 呃这个是一个猫咪放在一个鸟笼子里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可能表现自由的时候你就觉得比上一幅画这个老鹰这个可能要弱很多 他就是就是在笼子里笼子就是不自由嘛对吧 猫在笼子里就是猫不自由 他就没有更深的东西在里面可能他仅仅只是一个画面 呃咱们第四个就是流畅性跟敏捷性的训练 这个其实就在日常中咱们都可以就是随时进行训练 比如说你就现在起一个太阳对吧 啊欢快的太阳怎么来表现欢快 就要各种这样的联想有听耳机 听耳机的太阳或者是喝可乐的太阳度假的太阳对吧 然后点评画的太阳怎么样的太阳 他有很多种就要不停的去想想到觉得让你敢特别好玩的一个点 然后包括这个你可以说力量力量应该有什么对吧 比如说这思想的力量还是说这个啊这个运动的力量 还是说这战争的力量是吧 你就会不停的去联想去锻炼自己 第五是求同与求义的思维训练 就是求同就是咱们这么来说 就是比如说你在想比如说咱们先一看下一部图 鱼对吧 就鱼就是以鱼为主题进行一个创作 你就在想鱼有鱼鳞它可以进行创作鱼尾巴是吧 然后鱼在水里的状态或者鱼群是吧 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表现鱼的这样的各种特征 但是你要创作的过程中 你可能就要发挥其中的一些点是吧 让它做的比较好玩一些 就比如说这样 它在天空中鲤鱼鳍对吧 这也是鱼 然后驾着鲤鱼鳍在天上飞 原来在水里有在天上飞 然后它就有很多共同点 但你会看上去以后 它还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画面 不理这种特别偏离的轨道的一个东西 然后求义就是说 你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去发散 是吧 然后不停的去捕捉各种灵感 就比如说这幅画 连续最开始的时候作者想的是来表现 如何表现这个人物的关于安逸也好 还是关于就是他的梦 梦境是吧 可能开始想画一条小蛇 之后做不停的扩展 可能画成一条龙 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求义的过程中 要不停的去发散 不停的去想象 然后第六点就是测向逆向思维的训练 咱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可能经常断片是吧 就是没有思路了 这该怎么办 比如说测就要用测向这种思维 当时画的达文奇画的最后的晚餐 其中油大的这个形象 对于油大 他就死活想不出来的油大应该是划成什么样 是吧 邪恶或者怎么样 总是没有特别好的方式 有一天达文奇住的 他租的那个工作室到期了 他那个房东来收租 然后就跟他要让他搬出去 然后没有交钱 然后就这副嘴脸就特别像这个油大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院长 就把这个房租的人 租房的人画上了 房东画上了这一样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咱们就要进行 也许某一课是吧 通过你的这个就是旁击撤销 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知识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逆向思维其实就是更直接的了解 就是他不以特别正常的角度 或者是一个死牛角尖是吧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 你要在想我要怎么复杂怎么画 现在都在说 单一你在偏偏之后走不通了 你就说大家都在这么复杂 偏要画这种点评画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 他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逆向思维 包括超前思维 这个是其实推动咱们人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种思维活动 比如说这个是100年以前 1900年人们画的2000年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想了其实很多已经很多已经就实现了 比如说这个是那个收割机是吧 这个是知识收卖机 和这个是吸尘器是吧 这个是出行的地铁 和类似 他都已经大概有一个一种想象 或者灵感捕捉 这个可能大家也会经常会遇到 灵感捕捉呢 就是说可能你在平常看到一朵手机放在那儿 你就觉得他可能加个翅膀加条腿 他就是这个这个蚊子了对吧 就是说在在创作活动中 这个灵感的灵感的这个发现 他与这种形态念性一样新思路是吧 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创作里面 但是他其实更多的就是需要咱们在平常的时候里面多积累 然后勤于思考给灵感的出现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这个就是要咱们日常进行多训练 多积累 第九就是诱导创作训练 这个就是说咱们在创作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可以有诱导性的这样的提示 就是你想不出来了对吧 你就在想 比如说我要选了什么样的题材 题材可能这个就是复制会对吧 可能你说要要有科技的自然的宗教的 是民俗的是吧 不过不同的这样提示 觉得一下打死路 或者是你要什么样的风古典的现代的 是吧 这种立体的还是这种抽象的是吧 你都会其中进行不停的去这个提示自己 应该什么样的方式 更好的表现自己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咱们就需要不停的去就是就是 丰富自己的知识面 这样的话咱们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 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或者是积淀 然后进行咱们的创作时候的一个灵感爆发 是吧 或者是它的灵感来源 咱们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